大家好,我杨风 今天10月26号 中美两国要再次进行商谈 支持国际局势多事之秋 中美两国为什么要谈 谈些什么 能够谈出什么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 应美国国卿布林肯的邀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将于10月26日至28日访问美国 这则消息让外界有一点意外 但也不算过于意外 稍微意外的部分是 这几个月 中美两国高层官员 才刚进行过一轮会谈 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美国财长耶伦 和商务部长雷蒙多 甚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等人 不是莱华访问商谈 就是在他国同中方会晤 前阵子 中美双方还成立了经济和金融两个工作小组 在金融和经济方面 中美两国并不缺乏沟通管道 然而这么快的时间 美国又要同中国再次商谈 不意外的部分是 中国国力持续上升 不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或领域来看 中国都是一个大国 在全球有影响力 全球发生任何事情 都有可能需要中国的参与 需要中国的协助 最近的巴以冲突 当然也需要中国的参与 中国的协助 因此布林肯邀请王毅访美商谈 也不足为奇 这正好是两人的国际外交和地缘政治的领域 那么 王毅和布林肯会晤 两人商谈的主题会是什么呢? 巴以冲突肯定是首要会谈的重点 另外 11月中旬 APEC领导人峰会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 中美两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拜登 将有可能于峰会中会晤 这是习近平六年半以来的首次美国访问 不过 套用2021年3月杨洁篪那句话 不要把这一次的美国邀请 想得太好了 美国同你商谈 并不是要对你让步 而是反过来 或是有所求 才会愿意同对方商谈 参考美方官员的说法 王毅和布林肯会晤的议题 将围绕在 中东局势 乌克兰冲突 朝鲜半岛 东海和南海等议题 这位官员还提到了 这就符合了刚刚提到的观点 美国找你商谈 是要求你做什么 或是配合美方什么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中方还是同美方商谈呢? 其实 谈一谈也好 两国商谈总比不谈好 更何况 中美两国的确需要在一些领域商量 而美国毕竟还是世界的老大 在全球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中国要走向世界 会在许多方面都遇到美国的影响力 就在眼前 包括金融 经济 外交 贸易和科技等 这是无可避免的 反之也是一样 美方已经在许多方面 看到中国的力量 或是需要中国的协助 就以巴以冲突来说 前阵阵 美国多位高层官员 访问以色列 除了同以色列会谈之外 也希望投一些周遭的阿拉伯国家会晤 企图降低巴以冲突的风险 10月18日 拜登清零以色列 其原本的行程 包括约旦首都安曼 希望同约旦国王阿普杜拉二世 埃及总统赛西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 商谈加沙地区人道主义需求的问题 只不过 由于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区的意愿 激起了阿拉伯世界人民的愤怒 最终导致约旦取消与拜登的会晤 从这些迹象来看 美国虽然还是有着全球霸主的地位 但是在国际上已经叫不动人了 除了美国的盟国和一些盟友之外 再也难以呼风唤雨 美国已经不是昔日的美国 举个例子 2022年 美洲峰会与美国加州洛杉矶举行 由于美国以民主问题为由 拒绝邀请古巴 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领导人 出席峰会 因而遭受多国的不满和抵制 墨西哥总统抵制 不出席该峰会 维地马拉 洪都拉斯和萨瓦多等多国的领导人 也不出席 仅仅派遣第一级别的代表团参会 美洲峰会是美国的地盘 连拉美国家都不捧场 不买账 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美国霸权思维可想而知 只不过 美国仍然缅怀于过去的风光 仍然执着于以实力地位出发 向一些国家指指点点 于是就出现这两年在国际上 美国越来越使唤不动 无法让其他的国家 听从美国 跟从美国 2021年12月的民主峰会 就是如此 多个国家选择不出席 不捧场 拜登于2021年和2022年 两次要求沙特增产石油 好帮助美国和美国的盟国 降低通货膨胀 但是都为沙特拒绝 另外 拜登上任以来 多次派遣要员访问东南亚 企图拉拢东南亚国家 站队美国 然而 也都失败了 至今为止 美国通过外交和经济的途径 都难以对中国产生实质的功效 难以撼动中国 不过 拜登政府也不是没有成功有效的案例 今年以来 拜登政府将菲律宾和韩国 拉到了美方阵营 这和刚刚说的 美国难以经由外交和经济的途径 打压中国不同 美国成功让非韩两国 站队美国 依靠的是同盟关系 是靠美国和韩非两国的防御条约 从这里可以看到 在国际拓展上 北京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 在经济和外交上进取 在军事上防御 而这也符合了这几年 北京所采取的路线 北京在国防军事上 采取手势 虽然 北京过去在经济和外交上 也是相对的保守 但是 今年 北京画风一变 开始进行 比较积极的进取策略 2月 北京向国际宣告两份文件 关于政治解决 乌克兰冲突的中国立场 和美国的霸权霸道 霸凌及其危害 前者是向国际社会 提出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模式 等于是挑战美国 在国际上的领导权 而后者是直斥美国的不适 再加上 几个月后的上河组织扩原 金砖扩原等 中国大陆已经不再是 之前的保守作风 在经济和金融领域 北京于去年持续减持美国国债 推行人民币支付 带动去美化的风潮 北京在对美工作和争斗上 走出了自己的模式和路线 然而在军事上仍然稍嫌保守 虽然这是由于 北京在国际上采取不结盟的政策 也不干涉他国的内政 但是可以考虑在一些层面上 采取更为积极的作风 一、更为开放 灵活的军售 对外军售是促进两国关系的重要渠道 比一般的外交接触 更为有效 美国就是精通此道 往往利用先进的武器军售 绑住与盟国的关系 甚至于还利用武器研发 达成盟国对其武器供应的依赖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 F-35隐身战机的销售和数据链的捆绑 以及卫星和情报系统的分享 随着中国先进武器快速增长 可以预期 北京在这方面会有更积极的作为 此外 军售不仅仅可以增进同购买国家的关系 也可以作为同对手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例如当英国屡屡负荷美国 采取对中国不利的外交政策 北京可以借由军售阿根廷 作为筹码 政策英国 二 卫星和情报系统 中国和俄罗斯在导弹预警系统上合作 这是良好的第一步 另外 北斗卫星不仅仅是应用在商业导航上 也可以应用在军事领域 中国有为数众多的卫星 可以对地进行侦查 这些都是宝贵的资源和能力 北京可以同友好国家合作 分享 回到王毅和布林肯的会晤 这一次的会晤除了巴以冲突外 其余的话题 几乎都是以前谈过的老话题 因此不会有什么进展 在巴以冲突方面 由于中美两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 是南远北侧 就算两国坐下来谈 也不会谈出什么结果 虽然谈是一定会谈的 不过在国际上 倒不是双方立场非得要相同或类似 才能够谈得出结果 敌对的立场 也有可能谈出一个可以可行的方案 目前对中国有利的是 伊斯兰什叶派大团结 形成对哈马斯和巴勒斯坦的强大后盾 总继有伊朗 黎巴嫩珍珠党 叙利亚民兵组织 也能活塞武装组织 伊朗和各地接受伊朗支援的民兵武装力量 伊朗和这些各地的武装组织 拥有庞大的无人机 火箭弹和导弹 足以和以色列进行一场持久战 虽然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军力强盛 但毕竟是弹丸之地 又完全没有任何的战略众生可言 打持久战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这是我们在巴以冲突一开始就强调的重点 虽然以色列有美国的航空母舰的支持 但美国也不愿意打一场 或无条件的支援一场持久战 如果伊朗和巴勒斯坦的布局就是打持久战 以色列将陷入困境 而美国也会被拖下水 美国如果想要脱身 不如趁这个时机请中国当和事佬 在其中穿梭传话 不过估计现在还不是时候 按照西方的习惯 不得到陷入绝境 困境是不会轻易谋求改变 或是低头的 因此中国也不急 反正这是美国自己挖的坑 中国有的是时间等待 这方面请参考我们昨天的内容 以色列入坑 美国人入局 谁是黄雀在后呢? 这次的会谈也不存在谁求谁的问题 之前几个月的商谈 美国也清楚中国的态度 中国不会轻易的答应美国的要求 美国现在之所以同中国商谈 是因为知道在现阶段打不下去了 因而暂时休兵 这可以从美方一些幕僚 或是智库的说法得知 例如承认特朗普政府 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博明 他认为 中国之所以让王毅访美 并且推动类似的对话 是因为中国想通过此一对话的日程表 来束缚美国 意思是 在两国对话的期间 美国可能为了维持双方良好的气氛 方便进行对话 因而暂时放下对华封锁和制裁的政策调整 我们做一个结论 无论如何 中美商谈 对话并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谈的本身 也是竞争或是斗争的一种形式 另外 从今年发生的几件国际大事来看 不管美国承认与否 中国和美国一样 都是当今世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 也就是说 从现今全球的格局来看 中美两国是实质的G2 美国如果想要撇下中国 或是不承认中国的强权地位 非但解决不了国际上的问题 反而会增添世界的动荡 另一方面 美国也无法压制中国 这是不会成功的 因为中国的实力已经增长到 无法压制的境地 虽然 中美相争 相度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但是,当美国意识到 必须要和中国商谈的时候 其本质就是一种改变 如果美国能够再进一步 认识到中国的强权地位 尊重和承认中国的强权地位 这会是更大的进步 也会是中美关系重大的突破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风云天下洋风时评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平安